他想要提供什麼樣的證據 我真的都可以 告人我也不會比較爽 說實話 我沒有想要得到錢 我原本很生氣 後來覺得 就是我不會想要變成 再讓他 有個人刺激到他 或者是 二次傷害 一個假害者有女娜叫我 剛開始還蠻不開心的 因為就這件事情還蠻荒謬的 那我不想要變成加害者 所以我就沒有多去說什麼 我覺得沒有發生的事情 就真的不用解釋 我們是非常喜歡人做的那種 然後我們私底下請吃 那他也自己給我道錢 謝謝你 他其實很久以前就已經道過錢了 就是在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記得 他其實之前就已經有鬧過新聞一次 就是好像 對有發照片 就是說陶長跟外國人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我就有直接出來說沒有這件事 過了一段時間 但他就有殘訊息跟我說 對不起 他在想說新聞 然後就是他很支持我 然後很開心 很喜歡我的新的作品 然後 爬悶 不要說你寫 你有跟他叫我活嗎 沒有 沒有 我那時候才17歲耶 我爸爸都會陪我去錄影 沒有我們沒有見過面 應該是說我當下 看到這件事情 我就很生氣啊 因為你想一下你就起來 然後就看到這個覺得 這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根本沒有看過這個人 然後我也不知道他在指什麼時候 或是什麼事情 所以我就滿頭問號 我原本很生氣 後來覺得 就是我不會想要變成 再讓他 有個人刺激到他 或者是 二次傷害 一個假害者 我覺得 mental health很重要 然後我覺得 我相信每個人會經過 低潮不開心的時候 所以 不想要再 可以 就是讓這些事情變得很 對阿 畢竟 我沒有做的事情 我不太知道怎麼去跟他解釋 然後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他想要提供什麼樣的證據 我真的都可以 我不會祝福任何人 被傷害 被批推 被 心靈上的那個 就是 我聽到我也會覺得很傷心 我也被 傷害過 You know 我覺得 就是很 這樣子被羞辱 在網路上給大家看 就算他 就算他 那樣對我 我覺得 是 身為女生是很傷心的 我不會 希望有任何人有這種的對待 他就是有說 他們其實之前認識阿 然後他就是 就跟我說 就是有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 就是你控制不了的事情 你只能跟他共存 很難 就是要跟自己糾結 有的時候會覺得 要替自己發聲 然後站出來 沒有說謊 但是 同時也不想要再製造 很煩 很 不開心的氛圍 然後加上 就是 我覺得 告人我也不會比較爽 說實話 我沒有想要得到錢 我也沒有想要得到任何的 如果他願意給我道歉 我很感謝 但 我覺得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我沒有真的想要得到什麼 我覺得 他如果可以之後 就 I don't know 就是 越來越健康 找到 可以跟他互相 就是 相愛的人 也許 I don't know 但是 我不想要就是 再加害他的 對 因為我覺得他已經被 已經夠了 就是我覺得 看到女生被羞辱 是一個很不舒服的事情 祝福 說 他 總算 跟他 一起 每個 好 還有 他 感谢观看